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全國的媒體 還有我們全國的市民 做出一個非常嚴重的抗議 我們反對這樣子的黑箱作業 我們希望胡茂協議 就是跟當初的黨團協商一樣 就是需要逐條的審查 一個字都不能改 繼昨日學生團體強勢佔領國會 表達不滿國民黨 黑箱作業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今日民進黨台南市議員陸美齊 緊急串聯同黨議員 在議會宣示因逐條審查 胡茂協議的立場 臺南市議會議長 賴美會出面號召各界一同 北上聲援學生團體 同時議員陸美齊也強調 將福茂協議強行通過 實為嚴重破壞國家體制 危害數百人的基本生存 也決定陪同影響追劇的傳統產業代表 共同參與包圍立法院活動 我覺得這是無關台灣生存存存存存根的關鍵 大家關心與河合往永續經營的人 都應該要來了解 我想要 Biraz這些 uinely想公開整齊 所以我們れた關於消音的時間 讓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支持這些消音 因為反而我們 決定應該尋入面貼書 參與大家where 基於推薦協議方面 這些傳統產業很多是受害者 我也希望我們這些業者 大家還是一樣可以召集 我們一起到台北 到立法院去抗議 服貿抗爭活動一波接著一波 此刻或許需要人民團結一致 向政府發出不同的聲音 記者王岐勳台南報導